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一直在学习到了攻击当中的一些方法 可以说我们回过头来再总结一下 我们说攻击分为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叫直线性进攻 第二种方法叫曲线性进攻 或者叫缠绕进攻 第三种方法叫做洒网式的进攻 就是不攻而攻 是有一种比较高级的战术 那么不同的局面会选择不同的方式去进行进攻 这点我会反复的跟大家强调 大家一定要牢记 我们在自己遇到实战对局当中 该采取什么样的进攻方式 大家就可以去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去思考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盘棋 是板田柔南先生 他跟他的一个可以说是宿命的对手 跟他年龄也比较相仿 同时也是一位天才型的棋手 其实我们如果说对日本当时的 这些大师们的比较熟悉的话 一定会知道他 那就是滕泽旧行先生 这盘棋是两位天才型棋手之间的一个对决 他们两个我印象中是 在彼此的生平当中 就是职业生涯当中 应该说是他们两个应该是交手最多的 就是在同一时代里面 因为确实也是比较出类拔退的吧 尤其是板田先生 他的战绩上是非常非常优异的 那滕泽先生呢 他因为他性格豪放 非常的个性豪爽 同时呢 棋也是很飘逸 也是天才型的棋手 所以说他经常有惊人之举 经常会一鸣惊人 比如说他在当时的 日本第一期的名人战当中 以一个夺冠呼声非常低的 这么一个身份参赛 但是呢最终 他是力压板田柔南和吴清源 夺得了这个首届的名人 包括后面的棋胜战 滕泽先生呢 是棋胜的六脸霸 当时他已经就是年纪也比较大了 然后还在棋胜六脸霸 还有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 在66岁的时候 是击败了当时如日中天的小林光一 拿到了这个王座 王座站的这个头衔 后面第二年呢 就又蝉联了一年 也就是在67岁的时候 还拿到了头衔 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一位大骑士 那他自己也说 他说他是50岁之后才开始长棋的 那这盘棋呢 应该是在他50岁之前啊 就是在他长棋之前 他们两个下的 比较有意思 但是这是一句玩笑话了 就是 总之这盘棋呢 是两位当时的绝世高手之间的 这么一场对决 好 我们现在来进入棋局 一起来分析一下 这盘棋板田先生直黑 首先我们还是老套路啊 既然是攻击法 我们先寻找一下攻击的目标 我们来看这个棋盘的下边 其实已经基本上啊 双方都已经定型完毕了 那么黑棋呢 一个角 白棋一个角 黑棋呢 是把白棋这几颗棋子吃掉了 所以说感觉上来说 黑棋应该是 在下边啊 是非常有收获的 白棋呢 无论从实地上 还是从这个外市上来说 都是一个出于一个下风 但是在棋盘的上半部分 那显然是白棋两个角 然后同时呢 从厚薄对比来说 也是白棋相对来说 占有优势的 所以说在目前的局面来说 应该是客观分析 应该是黑棋 还是比较主动 但是呢 这个局势来说还是上早 下面我们刚才说到 就是分析一下 这个进攻的目标 我们刚才说 下面已经都已经定完形了 就是棋盘的下半部分 已经没有什么可下的 可以落子的地方了 那我们会把焦点聚焦 在棋盘的上半部分 那白棋子这块棋 显然不是目标 这个角呢 也不是目标 那所以说 我们现在进攻的目标 就是这三颗白子 这三颗白子呢 客观来讲 我们看啊 如果单从这一个脚步的局部来说 这叫一二三四五 黑棋是一 那么白棋是一个五打一 但是这只是在一个 很小很小的局部范围内 是白棋五打一 我们如果再把棋盘 就是再把这个格局放大一点啊 局面放大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这边上边是黑棋的援军 再往下 如果双方出头 再往下 这是黑棋的一个强力的援军 虽然说黑棋这一些子呢 并不是看上去那么厚啊 这有走着走着可能有点奇景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这五个棋筋现在是死的 也就是说黑棋这块棋 是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 这块棋也非常安全的 这五个棋筋是死棋 所以说如果在战斗 战事向下蔓延的时候 那黑棋将会取得局面的 就是绝对的主导权 所以说在局部 黑棋看上去是兵力比较少 但是从外围来说 那都是黑棋的棋子 所以说我们这个局面来说呢 我们还是在谈攻击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黑棋是有资格去进攻白棋 这三个子的 好的 那么我们下面的问题就是说 该如何进攻 这也就是说 我们之前在谈到的 进攻的三种方式 现在由我们来开始去选择了 该怎么攻呢 首先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跳 这步棋呢 应该说是堂堂正正 规规矩矩 毫无问题 局部来说 是这样的 如果跳的话呢 白棋可能会刺 黑棋只好接 这样呢 白棋拐头 这个白棋拐头啊 黑棋很难受 离这两颗棋子 气非常紧 如果你不走的话呢 白棋这个打入 下一步打入是 极其严厉的 如果走的话呢 比如说单纯的跳 那白棋就跟着他靠 这样白棋非常主动 黑棋就是看上去 黑棋大概只好退 或者是斑 但是这种斑呢 都是在帮助白棋一下棋 就是你在这走一个 我在这走一个 双方一人多了一个之后 黑棋这个地方还是有断 黑棋这个地方 还是气筋有断点 如果你再补的话 那么白棋这颗棋子 向下面出头 出逃 对白棋来说呢 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说这个斑 可能也不是很 不是很好 大概退一个 那白棋就堂堂正正的 大踏步的向中斧出头 那这块棋本身很畅 同时 他随时留着这个二路一飞 这样的手段 这个是暗度陈仓 那么黑棋要想奢望 进攻白棋 我们谈进攻的话呢 不太现实 所以说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可以说黑棋是很乏力的 这个进攻是非常乏力的 没有力量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跳的话呢 其实我们用最通俗的话说吧 这个跟拐这个 可能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只要人家一次 你接 这个地方呢 人家随时有一个后门 可以回家 可以度过 只要他留有这个后门 那么黑棋 弹进攻 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 单纯的跳 并不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答案啊 板田先生给我们的一个解答 他到底是如何思考的 首先我们刚才说 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要点 就是说我要谈进攻白棋 这三颗棋子 我必须把它分断 必须要分断它才行 那么白棋现在显然是 跟这两颗棋子 他的联络 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有可能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 从二路飞和从上面走 他都有可能连上 那么黑棋呢 这个时候就 第一个想法 第一个出发点是什么呢 就是要去阻止白棋 从上面震 从下面飞 你同时 这一步棋同时 或者说我这一串的下法 我这个思路 这一套组合拳 打下来之后 我要同时兼顾到这两点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思维导图 或者说是思维导向了 那白棋里显然离这边的这个大本营还很远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现在第一步的目标 只是做到这一点 就是上下兼顾 实战黑棋呢 是走到这个点 这步棋就是典型的圣东机棋 白棋只有党 黑棋在靠 看上去啊 它是在跟白棋的这个角上在纠缠 三三加一个拆二 看上去白棋 是在跟白棋这个地方在纠缠 但其实大家不要忘了 其实它的目的是 是进攻白棋这三颗棋子 有一有了点了靠 首先白棋这个联络 是不可能的了 比如说 容易想到的就是这个斑吧 斑的话呢 黑棋就连斑 这样白棋如果打吃 也就接上 白棋如果接 这颗棋子非常大 大家注意 这颗棋子不能 比如说你下这种 这种首先呢 白棋这个地方还存在着缺陷 最主要的是 这个被黑棋打拔了 这白棋太难受了 这个打拔了 白棋太痛苦了 不仅实地受损 同时你看白棋整体 就算连上了 整体都有死活问题 都没有活进 所以说呢 这样白棋肯定是很失败的 就是这颗棋子 必须要接上 但是你接上之后 黑棋跳出来 这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 跟刚才直接跳相比呢 白棋的这个 回家的这条路啊 已经被黑棋切断了 如果白棋还是拐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黑棋就不是跳在这了 黑棋就往下立 这立看上去是一个 怎么说呢 是一个 比较软弱的 这看上去是比较软弱的 因为你走在了二路上 对不对 我们还谈进攻呢 你应该是大刀阔斧的 这时候给我们的印象 是这样的 但是往往 就是实际当中是恰恰相反 像这种是冷静的一步棋 立了之后呢 第一个 自身像白棋这种打入什么的 不成立了 因为他的气变长了 第二个 为什么这个局面下 他就可以立呢 因为这个局面立了之后 他随时可以 度过 黑棋随时给自己留了一个后门 随时可以跳过 拐过都可以 所以说这个立之后 就是非常安全 那么你在上面 可能走很多都是后手 我们就要都是变成了 白棋都是后手 这是自己单纯逃跑 黑棋已经完全立于不败 黑棋 那么现在这两块棋 就是跟我们刚才说的情况 就正好相反了 是黑棋随时有一个 度过的后门 本身黑棋就比白棋强 因为现在外面 全部都是黑字 再一个呢 黑棋又有这个联络的 这个通道 所以说现在黑棋 是完全立于不败 那么白棋这四颗棋子 就显得非常的孤单了 在人家没有任何弱点的时候 你自己单纯的逃跑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如果像这样的话 显然白棋是非常非常酷的 那黑棋也就达到了进攻的目的 所以说 黑棋实战这一点 一靠 这个时候呢 白棋这个滕泽先生 当然他也不是 那么容易上当 轻易上当的 他这时候选择冷静 单立 这个立有个好处 虽然说我暂时是度不过了 但是我这种 比如说搬了一虎 就是我下一步可以度过 他有一个给自己啊 就是在下方争取了一个话语权 冷静的单立之后呢 在下方争取了一个话语权 这个是比较高明的战术 实战黑棋跳 但是无论你高不高明 我们说黑棋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黑棋通过了一点 一靠之后呢 先手把白棋分段 之后再跳出来 现在白棋这三颗子的处境 跟刚才就已经完全不同了 实战白棋飞 这个飞呢 怎么说 这个叫拼搏吧 实际上白棋啊 肯定是应该先处理这块 比如说还是应该拐这个 这个是堂堂正正的下法 实际上这个飞呢 其实多多少少有点问题 这步棋可能是滕泽先生 他有点 就是怎么说呢 局势不利 他有点着急 这样黑棋冲 白棋搬 实战 我们就来静静的欣赏一下 实战黑棋拐 白棋接上 这样黑棋把这个头 出头牵出来 牵出来之后不要紧 下一步 这个贴就把白棋全部分段了 这一跳过来 或者说是这个 更紧凑一点的 比如说是 贴住了之后 再去想办法去封白棋 那么 无论怎么知道 白棋这三颗棋子 是越来越危险了 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呢 白棋在这个关系 又给自己制造出来一个负担 所以说这个白棋是 已经是很难了 这个局面已经是非常非常难了 下到这儿呢 应该说是黑棋 牢牢地掌握住了 局面的主导权 大获成功 也可以说是 取得了这个盛世吧 那当然白棋这几步棋呢 我们从事后客观来说 它是有点问题的 但是即使不这么下 也是黑棋很主动的一个局面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对比一下 就是在遇到类似这样的局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去仔细分析一下 就是要给自己制造出 能够去对对方实施打击 能够去赢得主导权的 这么一个机会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像这盘棋体现的非常的清楚 就是我们要去 有的时候呢 要去进行一下缠绕的进攻 看似声东击西 看似是在去给 就是毫不相关的另外一块棋 去接触 实际上呢 是间接的 给这个我们进攻的目标施压 那么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盘棋呢 最终的结果也是 板田先生是赢得了胜利 那么今天也就给大家讲 讲解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